今天我们准备就离开这个杏花谷了 昨天还好去看了一下杏花 天气预报还是蛮准的 今天天气果然硬沉沉的 说不定下午还要下雨 我们昨天去看也是对的 昨晚一回来就一直在睡觉 睡得可想了 杏花我们也看了 看了最美的生活 我觉得也还不错 我们车上的水盒垫都不足了 那个卫生间是有水的 但是那个水杂质非常的多 就是比较黄 可能和现在山上的血水 没有完全化应该有关系 今天我们就打算去找个民宿 找个民宿我们修整一下 大白这个精力 感觉也是消耗的差不多了 的确是年龄有点大 然后体力有点没那么旺盛了 睡了一觉还好了 睡了一觉还好 还要去爬吗 再去爬一下 再去爬呀 平均带一脚去爬 走走小银有车 这边山上会可多了 车子就停在这边 然后就全是灰 全是灰 给他擦一下 昨天晚上回来 我们摄像的衣服上 衣服鞋子上全是泥巴 全是灰尘的泥巴 可以找个地方好好给他 好好就整修一下 准备出发了 我们这边离那辣提比较近了 那辣提那边民宿也比较多 我们准备到那边正好去逛一逛 那辣提那边民宿挺多的 现在淡季也便宜 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一家还不错 他好像就在草原上的山上的 去看一下 我们挺喜欢这种民宿的 最好去看一看 一个小时几十公里 这要停车费的 要停车费的 还以为是免费的 多少钱 五块钱 五块钱停车费也不贵 他们这个房车员地也能停的 但是不平 我们懒得停过来 这边是免费的 还有帐篷的 改型挺不错的 这边 房车员地注射的要1000多 往右走 出口 小马 最好的马 人家比你大 你叫人家小马 叫他大马 老马 老马师徒 我们运气还挺好的 真的 所以白茫茫的去看的话 看不出啥感觉 这边就兴参赛了 开了1000多米 他们这边门口都种了杏花 两边杏花开了 挺漂亮的 感觉有点少 这就不是野的了 到时候是不是有杏子吃 应该是 叫干性吗 这边就是拉提症了 现在真的是没什么人 比较空旷 看到好多 那些饭店都停业了 估计都是只有夏天才开 这边房子也是涂了很多种颜色 也是在村子里的 对 他选择的是最后一栋 这样后面就有风景 后面那个是那拉提 对 那拉提的山 对 现在这里是吧 还是这个 我们到了民宿这边了 把东西收拾一下 等下 等下办理一下路住 他们这个民宿挺大的 今天天气不好 这院子也是他们的 这院子也是他们的 这羊是不是他们养的 这羊是他们养的 这羊子的话可以 可以直接到院子里面来 可以 这边人家放牛了 挺原生态的 到这边就是下面河谷的 嗯 养了挺多牛 看看他们这里面挺大的 这边叶子挺大的 这边好几栋 这边一共有到房间 这边小二套 这边夏天的话那边风景挺美的 这边夏天的话那边风景挺美的 这个还可以 就在棉花 건�用卷 垫 全自动了 這裡还有死一计 烧这个 最热的烧热的 烧烧这个 基本加热的 稍微复杂了一点 这是延射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是放检测的 是这样的 就是即使倒进去就行 对 就是这个要插上 然后它这边有选择的 45度 80度 100度 这样 比如说你要喝80度的 它就 这样它就是比较卫生一些 比较干净一点 很多游客担心 它那个湖之类的 所以这样即时加热 就不会存在一些 这个也可以背一个 因为这个比较小 其实是方便的 是可以背的 这个是那个就是洗衣凝霧 洗衣凝珠是吧 这个就是消毒的 就是扔进去 它是食品也可以用这个消毒 所以说不能担心安全性 洗衣服这也放进去 就放一磚嘛 是我们用来那个消毒衣物的 因为大家用这个嘛 每个进来的话 我们都会给这样的话 就是保证这个 使用过程中的一些那个 卫生嘛 这样子 一出来就撒娇 大白你会超好的 哈哈哈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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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在车里收拾了一下 把东西拿过来了 嗯 房间挺大的 挺大的啊 把我们的后背套终于可以洗一洗了 哈哈 现在的民宿啊 其实都被洗衣机了哦 对 都被洗一洗了 嗯 这有没有用过了 不是特别大 但是洗背套够用了 嗯 我们车上洗衣 洗背套洗不了啊 洗小背套可以 但冬天的背套的话 必须要有大洗衣机 嗯 刚好放我们的背套 嗯 我们这边用了洗衣凝柱 还有那个消毒的 消毒只有一天 消毒的 我们真的好久没有住酒店了哦 自然我们换了车以后啊 一次酒店都没住过 对 自然开了这个双特展房子 真的一次都没住过 现在那个天气啊 有点那个 就是多云啊 多云啊 但是温暖还是可以的 这边有个路台 可以看风景啊 对 上街看看走 你看 这是买来放在屋顶的 这屋顶的话 就有那种 就有那种复古的感觉 嗯 对吧 对 这可以哦 房稻草嘛 这个是假的 这是数量吗 还是真的 数量房的 房那里远远的拍出来 哎 很有感觉哦 好看 房装的那种老房子的感觉 对对对对 哎 我觉得这可以 这可以啊 哈哈 民宿的想法就是 就是和酒店都不一样 这是晾衣服的小路台 啊 那边有个屋顶 那边有个屋顶 咱们坐那个屋顶上看看去 嗯 好 咱们有晾衣服的地方也不错 嗯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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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面还有一个楼梯啊 这个楼梯呢 就是 应该是观景的楼梯了吧 哎呀 小心点哦 看一下 这屋子真的还蛮高的呢 看一下周边 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 等到拉拉梯上面的那个雪泉化了以后啊 下面还有一条河呢 现在这个河已经干涸了 这边一到夏天呢 这个民宿的生意啊都好得不得了 然后呢这个房价基本上都是要大几百上千块的哈 这都要卖一千多的啊 对对 卖一千多的 现在淡季的话都是几百元 对 现在淡季就很便宜了 这个民宿啊投资老大了啊 像这家民宿呢 他们 呃 几年前买的房子吧 就是几年前买的地 那时候地还便宜 地就十几万一亩 然后现在拉拉梯啊 就这个地啊 地的价格啊都已经达到这个六七十万一亩了 就最便宜好像也要五十来万一亩 啊 还有种建筑 这种重新再建的话 这个成本也是蛮高的 最主要是装修成本比较高吧 现在像这种民宿啊投资的话 估计最少得四五百万吧 但是像这种民宿 做的比起有点舒服 那肯定啊 那自然环境是比较优越的嘛 是不是 一般做民宿啊 都想着就是外面的环境啊 能更好一点 就比如在房间里啊 你要么能看到海 要么能看到湖 要么能看到山 看到草原 就各地都这样啊 就是要有一个 就是外面的风景都是很美的 这样子做民宿啊 中间留了一个 一块地 可以在那边吃饭啊 聊聊天啊 什么的也不错 这么一个小岛兵 一个自己的一个花园 来跟羊妹妹玩一玩 这边后面可以看到羊了 小秋千坐一坐 现在有点灰 别把人家做塌了你 小孩子做的吧 过来大伯 过来大伯 是啊 是啊 你别把她做塌了 大伯 看到那个羊妹妹了 想去玩了 看到羊妹妹小不害怕了 是吧 想去玩了 我怕你吓到人家 嗯 哎呀不怕呀 你这么怕我呀 你这么怕我呀 嗯 嗯 妈呀 嘿嘿嘿 嘿嘿 他害怕啊 今天才买回来的啊 今天刚买的是吧 今天刚买的是吧 多少钱一只啊 两个900块钱 今天车买回来 900块钱买的两个小羊羔 现在还没养熟 有点害怕 来来 两只公三羊 来来来 来不怕 不怕 不怕 来来 现在就没那么怕了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不怕了来 给吃的 我们给车加一下水 这个水管是 从他们里面有个水井 水井的水是可以直接引用的 挺清澈的 太大了 鞋子都湿了 哈哈哈 水挺猛的 一架子就加满了 带你是不是要把他去扒头啊 嗯 他从水井里面抽出来的 嗯 真的很快 嗯 超级大哦 我们洗刷刷完 准备休息了 大白的窝窝的拿上来了 在这里睡啊 你在这里啊 你的小窗窗也给你带着了 这套就晾在那里吧 明天应该就干了 刚刚说他在运动手表 又提示什么了 咋的了 就刚刚在洗东西的时候嘛 嗯 然后那个心率啊 就跳得很高 跳得很高 跳到多少了 最高跳到160了 跳到160了 就蹲起蹲起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嘛 然后有点慌 有点慌 刚刚我就问 在网上问了一下这个 就是咨询了一下医生嘛 我跟他描述一下 就是描述我最近那些症状嘛 嗯 倒是心慌心悸 然后呢 有的时候胸口啊 这边会有点那种刺痛 闷痛那种感觉嘛 就是有点刺痛那种感觉嘛 嗯 然后心率也不正常 把手表的信息也发给他了 医生呢 说像我这种症状啊 就是他见多了啊 基本上都是焦虑的症 都是属于这种焦虑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跟我一样的这种感觉嘛 就是有没有这样的症状 其实我们现在好像也没啥焦虑的啊 嗯 我就说但是呢 我就是每次那里一痛啊 我就想到是不是那里有病了 嗯 那里出问题了 医生说你这还不是焦虑 你这不焦虑谁焦虑对不对 反正你就从去年年底从新疆出来 你就一直这个状态啊 到医院也看了好多下了 嗯 你怎么办嘛 心脏 那个怎么心脏也查了 心电头也查了 也没啥事啊 嗯 老板好搞笑啊 他一走过来 这个就自动自动开了 快快快快快 就这样你个傻瓜 有没有见过失眠了 自动的傻瓜 你去躺了睡觉吧你 没事没事 那医生医生跟我讲 他说你这种人就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 不要乱想 如果说不行的话 就去看心理医生 心理疾病 你看你这样那么多医院查了 也没啥问题 但是真的就是 只要你不舒服就忍不住去想 你知道吗 忍不住想 比如说这里痛是不是心脏有问题 这里痛是不是 肚子有种肠胃 右边痛是不是有肝 什么东西的 反正就是老是会这样想 跟你讲了不要百度不要百度 老是就吓自己 我给你买个塑校救星丸 我来背着放着吧 不然天天收治有毛病 天天吓死了 买 再不行 带你去看心理医生 行吧 好 今天我们在这边就休闲一天 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吧 嗯 来 快来 小傻瓜 他没吓到的时候 他就往我那边走 因为我是他老大 是不咋吧 哎呦 吓坏了 是不咋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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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怕 嗯 嗯 好好 好搞笑 小孩子呀 跟着都求抚摸 求抚摸 好 再吃一下吧